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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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 您好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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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講這個題目是因為 《行星段》第15章 其實是一張吵鬧的經文 吵鬧的經文就是 保羅他們從安提阿 他們步道旅行 然後到安提阿 然後在那裡講他們在外邦傳道的事情 在那裡就開始遇到了一些紛爭的問題 就是說那怎麼把外邦人 吸耶穌這件事情放到 我們這個猶太人理解的舊約當中 所以他們開始有了一些正義 那他們就做好 那我們去耶路撒冷 就開了我們教會歷史當中 第一次的大公會議 就是這一次 就是《行星段》第15章 耶路撒冷的會議 那在耶路撒冷的會議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這重要的決定就是 本來猶太人的身分認同 就是必須接受合理 所以他們在耶路撒冷的會議 最重要的核心議題 就是在討論 這些剛信了耶穌的外邦人 到底要不要受合理 或者要不要像猶太人這樣 守猶太的傳統 那這個呢 變成他們中心要討論的議題 那就有很多不一樣的看法 法利撒冷就認為一定要受根 那那個保羅跟彼得 他們呢 跟官方傳播福音的人 就覺得 好像這個看法呢 不是很好的看法 那還有呢 那個其他人的看法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需要討論 到底教會呢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次的達文會議 也就是我們在講的耶路撒冷會議 那在這個 我們當然都知道 最後他們是決定說 外邦的基督徒不用再受割禮 他們也可以成為基督徒 怎麼樣 在一個時代變化當中 在一個激烈的變化的歷史奇境裡面 我們的信譜或者是我們的信仰 怎麼樣傳承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結 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來分享的信息 我們呢 處在一個非常有趣的年代 這個年代呢 你就會發現 你有非常多的自由 可是你有聽不完的意見 什麼角度的意見解釋呢 都會發生在一個議題的當中 那我用一個例子來跟大家分享 這是在兩年前 2015年的8月 日本呢 他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70年的週年慶 那當然他們面對的是一個 70年前他們戰敗 然後無條件投降 但是這一天非常奇特 因為基本上這個天皇 明人天皇 他其實是沒有政治識權 所以一般他是不說話的 可是呢 在2015年的8月呢 他突然向全國宣讀 停戰造術 這個是很不尋常的事情 然後他沒有直接說話 他把當年的錄音單拿出來播放的 那大家就開始有不同的說法 然後要開始解釋說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呢 真正的原因是在於說 這個 明人天皇呢 他對於過去 日本 台語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那個 做了很多傷害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 日本也應該對這件事情 透不過這樣子 可是呢 這個 很有趣的是這樣子的 那個安培首相呢 基本上他只是這樣看的 因為呢 安培認為呢 那個日本 不要再一直活在那個 過去無條件投降 還有那個早期 那個日本二次世界大戰 等這些不好的事件 或者是負面的歷史觀點 應該讓日本走向正常化國家 這是一個看法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哇 這兩個人 講的看法好像都很有道理 一個人是主張應該痛悔 一個主張說 哎呀 我們不要再一直 活在那個歷史的愧疚裡面 我們應該走向正常化國家 面對一個這麼大的世界 那這個呢 有趣的就是說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 我們的處境裡面呢 往往一個議題呢 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而且這些不同的角度 你聽起來好像覺得 這個持守的那個觀點上呢 基本上都還蠻有提倡 而且講的都還蠻清楚的 那耶路撒爾會議也發生 這樣的一個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當教會 初代的教會開始 向外邦人傳福音 到外祖的當中去傳福音的時候呢 那個使徒啊 信徒啊 還有猶太領袖 對於那個聖靈的工作 還有這個猶太傳統呢 基本上也都存在著不同的理解 那所以一開始 就我剛剛說的 在蘇五章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提到了這個 安徒亞交換呢 跟耶路撒爾交換之間呢 也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大家聚集來討論 那這個事情沒那麼簡單 就是包括呢 當年還有華利塞人 這些人也是很強的 他們結晶 然後他們覺得他們像那個保羅 還沒有那個回台前叫薩羅 那他是法利塞派的 所以他就很有那個自己的意見這樣子 那這些法利塞人 其實他們是反對保羅 跟那個巴拿華的這些見證 那最後在決定了以後呢 雅各是當時的死秀 他知道這些法利塞人很強 所以他要求這些法利塞人 不要再去交繞這些 新的轉向耶穌信仰 或者是上帝的人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一個最大的差距 就是在於他們跟彼得 還有保羅 還有巴拿巴他們所看見的最大的不同 是在於對信心的了解 還有對歷史的了解 法利塞人基本上是 以那個 猶太歷史做東西來解釋的 可是呢 那個 保羅跟巴拿巴跟彼得 他們是站在信心的立場 重新看那個上帝的工作 那這個呢 就非常的有趣 就必須回到那個經文再重新看喔 為什麼他們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 當彼得他在異象當中 看到這些不潔淨的東西的時候 他是跟神說 我不可以吃 而且喔 基本上他的態度是 我這一生多麼努力的 在持守神你的律法跟你的教導 可是突然異象跟他說 起來載得吃 這真是翻轉他 但是又是異象你知道嗎 那個最有趣的就是在異象中 所以在異象呢 的形態裡面呢 就是在一個 你好像非常的清晰 可是你同時呢 又覺得 你怎麼解釋這個東西啊 就在這個時候呢 當彼得他還在憂鬱的時候 哥林友的人就來了 這就對彼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抑震的作用 我就說 欸我剛剛的異象還不是困謀的 上帝真的可能是這樣在跟我說話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彼得其實一開始也不是完全確定 他真的還不是那麼的完全確定 但是他看見了異象了 他聽到了上帝跟他說了 上帝看我捷徑的 你不要看我不捷徑 那哥林友的人來了 所以他也就跨出了那一步 然後他經驗到了上帝 還有一樣的工作 那保羅跟巴拿巴到外外人去傳福音 那就更多了 那個監獄震動啊 然後有很多的神經歧視發生 那他們所經驗到的呢 是他們過去在猶太的那個群體當中 謝謝 所以他們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們就經驗了更多 在外邦人當中把上帝的工作 這個也是有趣的事情 你不在自己的那個群體當中 經驗上帝很多特殊的事情 你在外邦人當中經驗很多上帝特殊的工作的時候 這也是他們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他們在那個過程當中 一直在做一個工作就是分辨 彼得跟保羅他們都在做分辨 那這個分辨呢 其實一個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分辨最重要的一個故事呢 就是亞拉尼亞跟那個薩貝拉這對夫婦 他們所面對這樣的神蹟歧視的過程當中 他們在分辨的過程當中 他們試探上帝 所以到底什麼是信上帝 什麼是試探上帝 在使徒行傳裡面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 那這個對比呢 讓保羅 巴拿巴跟彼得他們在面對 過去的傳統上帝的工作的當中 產生了一個新的空間 讓他們重新去考慮 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其實是處在這樣的狀態裡面 我們是處在這樣的一個狀態裡面 我們常常在這些思維的當中 還有考慮的當中 我們在思考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耶路撒冷會議的時候呢 對於外邦人信耶穌 還有那個猶太傳統之間的觀點呢 特別關於是否應該讓外邦的基督徒呢 不要受猶太的傳統這個影響 這個看法呢 是沒有一致的 在當初他們的看法是沒有一致的 那這個事情是很大的事情 這就好像在決定說 我們的教會以後是不是都用敬拜仗來領 或者是我們以後呢 來做一個更動 可是這更動是很大的 為什麼這更動是很大的呢 割禮這件事情呢 對於猶太人來說 他是神跟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 是用割禮做立約的平均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呢 這個古老的傳統呢 在摩西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再次以行割禮做為立約的平均 所以割禮這個在猶太的傳統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為什麼上帝的工作是這麼的特別 為什麼信心的工作有時候需要跳躍 因為呢 在我們認識了上帝的工作裡面 上帝是一個不斷做新事情的上帝 他呢 超越了經文 他自己呢 也超越了我們的傳統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看到說事實上 在經文的紀錄裡面有兩個傳統 一個傳統是建立律法以及猶太傳統的 這也這樣的一個傳統 第二個傳統呢 是先知 以及宣告上帝不斷做新事的這個傳統 這個傳統最明顯的就是在耶利米 耶利米呢 他作為先知 那時候他就跟國王說要被盧巴比倫 可是呢 他在宣告被盧巴比倫的同時呢 他說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其實預告耶穌要來 那在這個預告的同時他說 不僅被盧巴比倫 而且呢 你們要歸回 耶和華要帶你們回來 我們就看到了兩個平行的東西 一個是上帝不斷地在做新的事情 一個呢 是建立傳統跟律法的這個宣告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看到了說 這個上帝不斷在做新事的這件事情呢 是先知預言還有耶穌和耶穌立新約 這兩個都是從舊約過路到新約 就是上帝不斷在做新事情的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這樣的一個事實呢 在經文裡面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他超越了人的理解 他也超越了我們所建立的教會傳統 或者是我們在講的一般的猶太傳統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彼得跟保羅為什麼我們說他們是用信息 因為他們用信息經驗了上帝 在他的時代做新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在傳統或者是在經文當中 他們用信息看到了上帝呢 當時不尋常的工作 那這樣的信息呢 他們也看到了這樣的信息 可以在外方的基督徒身上看見 這是一個讓人非常就是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他們從信息出發 出代的教會的信徒呢 就直接經驗上帝 他們直接經驗上帝 然後呢這些經驗呢 成為他們在耶路撒冷的見證 他們見證了上帝不尋常還有新的工作 當然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就是這樣的信息他在撒旦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沒有信息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對比 這個對比呢 就是亞拿尼亞跟撒伏拉他們夫婦呢 在試探神的這樣的一個對比當中 他們拒絕了上帝的工作 所以在教會當中 耶路撒冷的會議呢 在過去呢大家在講的時候總是說 有很多的辯論 有很多的爭議 有很多不同的看見 是的 確實是這樣 但是呢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們都很努力的在尋找上帝的實力在哪裡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對隨上帝 那在這個形態裡面 最有趣的就是重新解釋 雅各他重新解釋 他呢在最後呢 耶路撒冷他最後站起來講話 這個有史詩詩章第15章 最重要的就是雅各他站起來說話 他說他其實要講的是說 那個我們今天所看見上帝性的工作呢 其實其實先知已經這樣說了 所以他引用了阿摩斯珠第9章 第11節到第12節的經文 他認為說在他們當代的這些聖禮性的工作 或者上帝性的工作呢 其實符合了先知的說法 他真正要說的 要表達的是 對上帝真的在新的時代做新的工作 聖禮降臨還有整個那個像外邦的傳福音 這樣一個新的境界新的工作呢 真的是上帝的工作 而這個工作呢 事實上是跟先知書是符合的 那這樣的一個重新詮釋呢 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確實在猶太傳統也是這樣的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葉利米書 葉利米書裡面他預言說要被禮 可是他更預告要歸回 這個歸回是上帝要做心而大的事情 所以在史詩章裡面 這個心而大的事情呢 也在這裡那個應驗了或者是被看見了 從新興的眼光當中被看見了 那其實呢 在重新解釋經文裡面做得最好的 當然是保羅 保羅他自己經驗到他在 上帝在這個外族人當中的神蹟歧視 他重新解釋上帝的工作 他說在加拉太書第三章的第六節到第七節 他重新解釋舊約 他說正如亞伯拉罕信神就算為他的義 所以你們要知道 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對新約成全舊約做出最好的解釋了 所以不是只有亞特重新解釋 保羅也重新解釋 因為他們看見確實 那個在過去先知傳統裡面說 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呢 他在我們的年代裡做新的事情 可是呢可能還留在過去的傳統的 或者是還沒有看見的人 還在那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大家開始起來來討論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我們就看到了說 事實上這整個耶路撒冷會議呢 是使徒們跟教會一起在編織 其實從猶太傳統進入到基督宗教的信仰 或者是信仰耶穌基督的這樣一個傳統 他怎麼樣編織過去跟現在 然後我覺得免具外邦人受割禮的禮儀 然後推動向外邦傳福音的一個運動 我用了很多的這些圖片或者是這個歷史的背景 講這些東西其實最重要是要講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他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是一個那個新的族群 就是一直畫手機的這種族群這樣 所以呢他的爸爸覺得他很奇怪 為什麼每天躲在房間裡那麼久 然後呢吃飯呢現在只要用手機跟他說吃飯了這樣子 然後呢有時候吃飯了還繼續畫手機這樣 然後他的爸爸有一種感覺 你這樣不行啊這個年輕人要奮鬥 要很努力要趕快出去工作 不是每天躲在這個房間裡面這樣子 他的爸爸的工作是教授這樣子 那後來呢這個爸爸呢有一天就跑去跟他承認 就跟他認罪了就跟他說啊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處在不一樣的時代裡面 這個爸爸後來跟他的朋友說也跟他的兒子說 就是說啊我現在才明白啊你不是我的時代 他爸爸的時代是一個叫做現代現代的社會 這個年輕人的時代呢叫做後現代的時代 所以呢現代跟後現代最大的差別在哪裡你知道嗎 現代跟後現代最大的差別呢就是 現代的這個群群呢他們在1980、1990的時候呢 都經驗過台灣最輝煌的時期 你只要願意賺錢你只要願意打工 你都不會有經濟的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大學生呢 兼差然後打工他都可以付自己的學費 然後都可以養過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建築的需要 但是呢那個是一個現代 所以在現代的一個情境當中長大的人會覺得 你只要願意努力 你只要願意努力 機會都是屬於你的 你只要願意努力 你的未來都是光明的 那後現代是怎麼樣呢 後現代的情況不一樣 後現代的情況呢就是 我大學畢業就失業了 所以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要討論的是 我呢到底是應該那個 因為母母乎乎天的資源 大一的時候還在模糊 模糊糊糊 還在隱形 然後到大二比較親民一點 到大三的時候覺得 這個是我要的 我要趕快去那個底細班 然後找一個可能我比較相近的興趣 然後去念研究所這樣子 那個為自己的未來發展 找一個可能性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後現代的時代裡面呢 他所把那個面對的那個社會情境呢 是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情境 他是一個你在你對你生命的理解 還有你對你未來的發展 他不再只是我只求得溫飽 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因為呢你求得溫飽 可是你做得很痛苦的時候 還是會感覺最後會慢慢的苦掉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有很多不一樣的那個思考 或者是不一樣的習慣 在面對自己的生命 那那個在這個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呢 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不同的那個世代裡面呢 對情況的了解 對生命的開發也產生了不同 那我呢 我這個回想很有趣啊 那個那個這個叫錯話 後來就去跟他的兒子說 哎呀我真的沒有理解到你的狀況 那我們能夠幫忙什麼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最有趣的情況呢 就是他們兩個呢 他們也都是這樣的的人 後來他們兩個呢 就去創了一個叫做網路的寶寶王 這個是這個現在跟後現代合作以後呢 最好的產品 那這個產品呢 就是他們其實是很堅持信仰的 他們也很想就是說怎麼樣來貢獻 或者是怎麼樣來開創一個可能 所以他們就創了一個所謂的網路的寶寶王 剛開始的時候啊 大家上去那個做這個寶寶王的時候 就會就這樣 欸你來了 好耶你來了 然後就打招呼一下 後來呢 他們就發現喔這樣不行 寶寶呢 不要這樣常常這樣打招呼 或者是那個講話 所以他們就說好以後呢 我們就只有放那個你的寶寶需求 然後後面的人就沿著你的需求為你寶寶 然後講阿門或者是做一些鬼影 或者是再做一些禱告 就完全就是只有一個 以禱告為核心的一個族群 那這個族群呢很快 非常快喔 他的那個人數呢 就到達了兩三百個 而且是一直持續的在那個過程當中 那那個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事工 就是說大家知道有人在為我禱告 我在需要的時候 我安安靜靜地把我的需要放上去 很多人他們不斷地在為有需要的人禱告 那這個呢 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意識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習慣就是 確實我們是處在一個分歧的 世代的一個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興趣 不同的需要 然後我們處在一個環境當中 但是我們從今天看到耶路撒冷會議 他怎麼樣編織過去跟現在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核心的議題 或者就是說我們看到了這個 祷告網的這個很核心的議題 這個核心的議題是在於 我們對上帝的信心 以及我們看到我們在這個信仰當中 上帝不斷地在做新事 或者是透過經文不斷地在對我們說話 在這樣的一個重新的了解 跟我們在現實的經驗裡面 不是守著那個傳統 然後好像那個傳統慢慢萎縮的時候 感覺到傳統無力的時候 我們在現實的生活裡面 沒有辦法跟信仰生活 產生一個新的動力或者是新的連結 那就好像我們今天在教會的敬拜裡面 我們也有很多新的敬拜葬美的 或者是我們新的禱告的形式 或者是我們新的對上帝敬拜的一個方法 最近網路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叫做行動教會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個行動教會 他們是一群有趣的人 他們就上網 然後就說 我有這個恩賜 然後我們現在來組一個小組 一起來服侍上帝 如果你有什麼恩賜 你的時間也可以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我合作 那我們就一起來服侍上帝 他們還很初期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空白的項目 都還沒有人填 那他們就是你填上去 然後可以的時候 時間允許的時候 一起去服侍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在這個形態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了說 對 有一些新的東西 他確實挑戰過去的傳統 但是呢 在一個時代的轉換當中 就好像耶路撒冷會議一樣 當他們要推動這個 往外方去傳福音的這個運動的時候 那個轉換是需要的 而那個轉換更多是上帝帶領的 不是人用人的思維或者是理解 然後去做的 在彼得他怎麼樣看見意象 或者是保羅他們怎麼樣經驗 上帝在外族人當中的神奇奇事 那個都不是他們能夠主動做什麼的 那個是上帝主動的工作 那個是上帝在我們超過我們的理解 超過我們人的那個可以推理 或者理解的那個狀態以下呢 他工作 這是我們基督徒在一個形態上 我們需要做信心的條約 在一個形態上 我們需要去重新面對我們的上帝 其實是又真又假的上帝 他在每個時代工作 他不僅僅在過去工作 他在那個現在工作 他也在未來不斷持續的工作 最近在教會界發生一個比較大的事件 就是天主教跟西教合一 他們和好 那這個和好呢 就是把那個過去五百年前的吵架 然後現在要把它說好我們來互相 就是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面對這個五百年前的吵架 我們怎麼樣來處理這樣子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就是說 這個五百年前的吵架到最近 還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哎呀天主教是異端 或者是天主教說 哇那個西教都是那個背教者 他們都是搞分裂的 那個不遵守傳統的 那個有特別那個喜歡的 有心的那個想法這樣子 可是呢 當他們很比較穩定的坐下來 把這些歷史資料呢 都看一遍的時候呢 他們就發現了過去的馬丁路德 或者是那個當時的那個教廷呢 他們在那樣的一個情境當中 有對的部分也有不對的部分 所以他們就坐下來 那個天主教呢承認過去 他們教皇 或者是他們在迫害那個馬丁路德的這件事情上 他們是應該道歉的 那新教呢也看見了 我們喔為了要那個做宗教改革呢 我們也過於激烈 所以那個對付那個天主教的那個手段 也過於激烈 那重新再看到那個過去的事情當中 他們發現一個最好的就是 我們共同擁有耶穌基督的福音 我們共同擁有耶穌基督的真理 而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因著這樣的真理 我們可以服侍曼尼 我們可以服侍這個世界很多的需要 我們應該把合一 應該一起為上帝的國度來努力 所以在過去跟現在之間 在信仰的一個核心的價值之間 以及我們看到經文所對我們的啟示當中 我們看見上帝呢 用祂的大能不斷的在每一個時代做新的事情 祂帶領我們不是我們帶領上帝 是上帝帶領我們透過我們不足的認知 就是透過我們有限的理解 它逐漸的在這個世上 新的創造不斷的發生 然後讓我們參與在這樣一個新的創造 新的時代裡面 我想過去的經文它怎麼樣 一樣告訴我們一個充滿力量跟可能的未來 相信我們今天在二十一世紀 我們也一樣在走向一個心而大有可為的未來 我們一起地道拜託 上帝 我們謝謝你 你是在每一個時代做新事的上帝 謝謝你 聖靈不斷的在我的當中 開啟我們新的看見 也幫助我們做新興的跳躍 主求祢用祢的聖靈來帶領我們 兼顧我們的心 也幫助我們更多的回到經文 回到祢自己的教導 讓我們與祢同工 看中一個新而可能的未來 感謝讚美主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的唱會議師 我們一起來唱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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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陽光 平平天 我在陰上 我不會 將來而憂慮 因我是 諸所隱去 今天我 必與諸同行 他誠職 堅固我盡 許我時 明天將領導 許我時 本地領導 但我只 主著我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信 是 明天將領導 許我時 本地領導 但我只 主著我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信 請 主著我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信 主著我明天 主著我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見 現在我們要來經句 讀